等待人家丟罐子跟自己去找罐子來回收 他有不一樣的R 就是說他reward不一樣 也許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會把那個R射高一點 就是去找了這個reward射高一點 然後等著reward就不要射那麼高 那這個機器人他有兩種狀態 其實我覺得兩種狀態也不是太好 不過我們先看這個範例就好 看這個範例就好 就他有一個高電量跟低電量的狀態 那高電量咧他如果繼續去搜尋 撿這個罐子 他有α的機會 也就是α%他會還是維持在高電量 但是咧他有另外那個就是 百分之一把低減R88 他會電量會變成低電量 那但是如果說他在那邊等的話 他也不再做什麼事情 他就不會消耗電 還是會就百分之百還是會再高電量 那低電量的情況下咧 他有他如果低電量還去搜尋的話 搜尋這個罐子的話 他有β的趴 百分之β的趴 的機率會是 回到還是維持低電量 但是咧他有這個 另外1-β的這個機率 他會必須要由人類去把它撿走 然後回馬會去充電裝充電 就是強制救贏的時候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扣他3分 給他一個這個付的如果 就是相當於可能也許啦 50% 50%好了 低於50%我們叫低電量 然後50%以後 30%我們比較多 沒有辦法回到自己回到那個 充電裝去充電 所以你必須要被強制救贏 其實我覺得應該還多設一個門檻 就是30% 那另外一個咧就是說 他也可以選擇他自己回去充電 那自動回去充電 我們也不給微波 但是咧 他的狀態就是說 他是百分之百會變成這個 百分之百會變成高電量 這這裡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空的 空的大圓圈跟這個 死心的黑電代表的意義 就是說死心的黑電就是說 你決定走這條路 但是環境有可能造成不一樣的機會 你又可能低電量質疑去尋找 但是環境就是讓你變成 變成被撿走 扣了3分 然後變成高電量 或者是說沒有 你還可以維持低電量 OK 所以 這個圖呢 我們一般都會把它 寫成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這個一切 比如說高電量 然後你去尋找還是高電量 不是阿爾巴的幾率 給你一個reward 這個 OK 那這個很容易理解 那高電量呢 他如果等待的話是 還是維持高電量 那低電量 低電量 低電量如果 低電量如果等待的話 會變成高電量是可能 還是會是零 那 低電量呢 他自動回去recharge 他會變成這個 高電量 是以 recharge 沒有變成高電量 還是保持低電量是零 所以說這整個寫 寫法是這樣寫 OK 那有了這個表 以後勒 這 那表就是比較類似那個 沙沙條 那這個表 以後我們就把這個 beom equation 把它列出來 那 beom equation 列出來的主要原因 我就 我們剛剛一直在推求的 就是我們要找那個 找那個 新號 最大的 最佳化的這個 value function 那所以說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上面的第一行 代表的是 在高電量的情況下 the state the state 在high的時候 我去做搜尋的這個行為 會得到多少 the value function v會得到多少 那 v的 這個 高電量 高電量的情況下 還是維持高電量 就是我選擇search的動作 高電量的state還是維持高電量 它的probability 它的機率 乘以這個 我們剛剛說過是阿房 然後去乘以這個 這個叫做 高電量去search的物貨 加上 這個 γ乘以還是高電量的比值 OK 這是一個 然後這個高電量呢 它去search 然後結果變成低電量 它的probability 它的機率 它的機率 乘以這個 呃 高電量 變成低電量search的reward 也就是search的reward 然後加上 變成低電量的 v v的值 這個整個綜合式 比較假 跟另外一個 就是 不早的 是 威靜的 威靜的這個機率 可以承認這個威靜的 後面的這個 標明推選 這兩個值類去看哪個比較大 所以寫成剛剛就是 我們再把剛剛那些 法法啦 全部都帶進來 它是寫成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也化成這樣 那當然這個 因為我現在沒有去 Define就是說 它的s 它的w 就是說 找 跟不找 跟等 哪一個 這個 你或是多少 如果有的話 你把它帶進去 你這兩個數字 你可以算出來 那你就去比 跟找一個大 那就知道 該做什麼動作 高電量的時候 該做什麼動作 那低電量的時候呢 也是跟剛剛一樣 那但是 它的action呢 它就會有 三 三種 第一個呢 就是說低電量 它繼續去 去找 繼續去撿罐子 它有reward是這個 但是它的probability 它有一個 低電量還是會維持低電量 會reward是這個 然後這個呢 就是說 呃 低電量 找到 後來 被這個人工強制救回 你還必須要扣它三分 這個 這個幾率 再加上呢 就是說 呃 被 被救回了以後 它 會變成是 高電量 然後被救回了以後 它變成高電量 它的這個 呃 它的幾率 這是被救回的幾率 真的是一樣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咧 這個是低電量去去找 但是它並沒有那個 並沒有被救回 但是還夠 還夠一點點 它的這個VOS 這全部加起來 那就是屬於有在找這個動作的 這個 安全的 這個VOS 那這個是純粹等待的 那這個就是說 呃 我主動回到這個充電樁去充電 那我主動回到充電樁 我也沒有給它reward 但是它最後它會成 變成這個 呃 就是高電量 因為充電 所以 所以這 以後的這個 就是 接下來 下一個步驟 只會 你必須要用 H 那就 這三個Action 去 去比較 那選出一個最大的 你就可以 決定這個 該做這個事情 所以說 基本上 呃 MVP 就是 主要課程 課程內容是 這些 呃 就是有什麼 可以 需要討論的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可能就是 進入了 比賽考討論的時間 其實 接下來 我也很確認這件事 所以你剛剛講 High和Lode 他講State 對 這個 這個嗎 對啊 High和Lode 都是一個State 電池的狀態 低電還是 其實應該就是 電池的狀態 就 我是覺得 這一個 比較 可疑啦 就是說 呃 但是我也沒 還沒想 什麼設計 如果低電量 其實他 他選擇了去去找 那 接下來就是聽電有名的 就是說 他有 Beta的機會 是還是可以 不會到 例如說 這次50%算低電量 50%以上全部都算高電量 但是咧 他有Beta的機會 到38H 比如說 百分之60 呃 百分之40的機會 是 30到50之間吧 喔 然後60%會被減走 但是這個 被減走 這個真的是好像就 你在這邊沒有辦法 做什麼Action 去判斷它 你只能 這個真的是照那個機率 去 隨便查那個 所以在 這裡的話 不過他就是一個範例 不過跟我們設計 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裡可以再做一點設計 那這個State的概念 大家可以 因為我們畫在圖上 都是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 二體的圖 這並不是什麼距離啊 方向 這個是它的狀態 電量狀態 對 不是要往左走 就是 然後電量狀態 請問一下喔 你剛剛先要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對你剛剛再 再下一頁 這個這邊要找出 就是 這個你是用 value function 去找 那個機子 對 但是因為我看起來那個圖 好像 因為那個search awaiter 跟recharge 這個 為什麼這個 這邊你不用 QSA來做 而是用value來 value function 你不是用action function 來做 而是用value function 來做 其實 value function 跟action function 其實 他會透通 對 他根本是一個系列的動作 他的攻勢可以 他一直是有關係的 對 我只是說 我覺得 你一般那樣 是不是看起來應該是用action function 解釋 還是 因為我看他好幾個例子 是 兩種算起來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所以連數字都一樣 QSA跟value function 應該不會一樣 他一個是在算Q star 那一個是在算 一star 所以他是類似的 他是來的 你看這裡 這個 這個 function Q value 跟 其實這裡的Q的value 跟D的value 也會是一樣 如果有算的話 都會一直比較 那 那 這裡的 為什麼 不是Q 當然用V也可以 我知道 我只是說 當你在選擇在解釋的時候 為什麼你挑 因為我現在對於什麼時候要用 這是課本 直接帶 課本 是用standing function 算的 是 是 這個是找的最強的 或是想 我們這樣先去看 我要想看看 是應該 通常就是我們在做Uptimate 我們要找的是 找的是那個Pi 找的是最佳的A嗎 什麼 是 function 就是 Save value function 比較重要 還是 我們找到Action 是哪一個Action 比較重要 應該是找Action 就是 你Action的來源就是 chip 對對對 應該說 你 采取的Action 會讓這個 value function 最大 那 value function 最大 代表你的revolent 你的Expare revolent 會最大 那 Q start 它會 相對比較複雜 就是說 它 你下Action 會受到 下一個step的影響 就是說 你採取了 對啊 你不是都是走一步 然後去看是下一步的Q value 或者是下一步的VS 就是下一步的 對啊 你應該都是走一步 然後去看嘛 對不對 對 所謂one step 對 或是說two step 對 但是其實它是 它是在同一條路上 就是Q跟 對 就這樣講 Q跟B是在同一條路上 其實它的值位是一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最後我們要的好像不是那個值 對 我們要是透過那個值來 就是比大小 我們其實是要A 對 把A組起來 可能就是一個Pi這樣 其實是要那個Pi的 對 目標是不是 比如說 課本有一個另外一個例子 它講那個GreedWall 就是方格 然後從某一個點到某一個點 它會講A跟B 它書上是用那樣子的GreedWall例子 那它原本前面介紹就是在找Fundamental的StateValue Function 它就見了一個表 那後面 後面它就講到 透過Mathema的StateValue Function去算出來 那原本呢 就是 每一個 都是 前後左右都有 這個四分之一的機率 那到了Mathema的Value Function的時候 它就透過 事先的 算 它就可以知道說 哪幾個鍵號 或是某一個鍵號 其實是最大的 它的Value Function最大 所以它整個鍵號之後 它就可以得到整個Mathema的Value Function 就是說 它就就是說 可以從Mathema看出說 在怎麼走 它其實是最有效的 對啊 因為你經過很多次的Mathema 它也會收斂到那些 所以它基本上就會 你看它兩個表演 開始針對Fundamental的Value Function 它那個就不是最有效率 它一樣會收斂 我覺得它最原神的表 就是它有A跟B的點 那從 好像既然從A出來 它乘落 Mathema的乘落是10 那如果撞到牆壁 既然是-1 如果就給-1 除了AB點以外 其他的點 比如在邊邊的 四次的邊的 除了AB點以外 撞到牆壁的方向 都是Immediate 或是-1 其他都是0 那它一開始 那個例子 我一開始 看不太懂 然後後來去網路上面 看人家造書 去Input那個Python Code 後來才看懂 它那例子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你剛剛講的reward 你知道嗎? 那Value Function你不知道 所以 開始的時候的Value Function 都是0 然後一直update 對,然後一直update 就剛剛Richard講的 Backup 不斷的跌代 Inputative 然後最後就會算到 最後它就會收斂 所以 table裡面 每個位置 它的Value Function 就會算出來 因為它 它這時候 它的那個 就是這邊的那個 PSRs' 這個機率 它是前後左右 上下左右都是 0.25 都是四分之一 所以它就一直 一直不斷的跌代 最後整個 table就算出來 然後到後面的小節 它在算V Start的時候 因為它透過那個 每一個位置 它上下左右的Value Function 它可以算出來 哪一個是最有力的 所以它就變成說 只挑有力的那個方向 它以這樣為基礎 在不斷的跌代 所以它那個表出來的結果 就會最optimize 我覺得 其實我本來想要用那個例子 不過我覺得它那個 那個例子 用很多的那個 下一張要講 代表你 的Programming 就會 太低頭 因為那個例子 要跑層次 就會比較 因為我一開始 但是嘗試用手算 我大概算了四五次 這我就放棄了 對手算大概都會算 我也有嘗試算過手算 這個真的是一定要backup 所以還是會 都可以 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有這個什麼 阿巴貝拉都在這裡 然後下一個在這裡 那 這裡 就 這裡就 其實不然到 變成到那個 這個Q 這其實是要Q嘛 那Q 我那個例子沒有 沒有看到 我不確定我這樣理解 對不對 就是 回 剛剛 有四值的那一頁 這個 就是只有四值 這個再下一個 就只有 只有那個 high low 的那個四值 就是 產生問題的那一頁 對 這一頁 因為其實它的 MAX裡面每一個 就是QSTAR MAX的哪一個是 MAX裡面它其實就是 上下兩個 嗯 是不是 它 它的 BSTAR其實就是 從MAX的 QSTAR兩個人去選 所以它這一個就是 一個QSTAR 這個也是一個 QSTAR 就是在不同的 這是 假設就是A1 的QSTAR 這是A2 的QSTAR 所以 其實BSTAR就是 在我們不同的 QSTAR裡面 去選最大的 那個QSTAR 對 然後 其實這個BSTAR 也可以換成 QSTAR的表示法 會變成是 MAX的A 的QSTAR 對 所以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表示 它就直接把QSTAR 集合到BSTAR 的這個 概念都一起 秀出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可以 可以 看 那 不然 你這個開始 閒聊了解關 這個 我 就 跟之前 之前 之前有提到的一些 我就把 順便把 貼上來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說有關 這個 控制理論 那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 控制理論的圖 這也是維基牌科的 這標準圖 這 跟我們剛剛之前的那個 RL的這個架構圖 也是蠻類似的 那 我們在ANCIENT 我們在RL裡面 代表的是 機械人頭腦 就ANCIENT 這 這裡咧 就是Controller 但是 這個 控制理論這邊 沒有要求到那個 智慧 就是能控制掉 那 他會做一個 Action 就是 然後咧 這裡雖然叫系統 系統可能是整直機器 或是整台汽車 或是說整台汽車加上路 或是說加上路面的 什麼摩擦力 封阻 這個叫系統 那 系統會有一個 數字的表情 就是騎車跑來路上100公里 那我們經過的Sensor 就會 我們去測量它 會得到一個測量的Output 那測量Output 這邊就比較重要 就是說 我們 為什麼要控制 就是說我們希望它 我們達到一個目標 那這裡有一個Reference 就是Target 就是說 我希望這個 跑100公里好了 那 測量這邊是 測量到我現在只有80公里 那這裡是 目標是100公里 一減就一個Aero 就那種差了20公里 差20公里 對於這Controller來講 它是一個汽車大拿 其實這裡的Controller應該是人類啊 它就必須去加速 加速它就去踩 踩 那個油門板 給了一個System input 就是整個控制 U&R 就是這樣去玩 那其實跟我們剛剛說的 Agent 他做一個動作 然後一向這個 環境 然後環境又整個 呃 給 給Reward 然後給不一樣State State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甚至於有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RL的 RL的那個課程啊 不知道 好像是加州 柏克還是 還是 59 那個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課程幾乎 也有叫做是用機械的 就是機械器的那個 代碼 那個 那個 就是 技法 就是 一般我們是 我們在學一種ES QS 他們竟然選U 那 那是研究Robotics 對 他們 也有人是這樣 他們是用這個U 對 那 在控制委員 我們控制委員的反應解釋 很 也是很複雜 我們就稍微提 處理其中 這個是一個PIT的 PIT的控制 那 所謂PE就是 P就是這個 Proportional 就是 E比例 不是豬肉 是那個 它依照PB這樣 那 這個非常顯而易見的 就是說 E of X 就是 Q 反正就是ERROR 就是我現在 我的目標是100 那我現在 車子看到的表 是80 那ERROR就是20 那 乘以一個P 乘以一個K KP 不是那一個市長 就是 他 K 那個 不是 是他的係數 就是說coefficient 這個P這個上面的係數 那這 這很直接很直覺 就是說 然後我差 我差20 剛才差多少 就補多少 我就乘以一個E 然後他就直接補20 那 I 就是積分的意思 積分就是 一直累積這個 累積這個 累積這個誤差 我就 我 這一秒我就 再加上上一秒的誤差 加一秒再加這一秒 跟上一秒的誤差 那去累積他 然後我們去乘以一個 AI的起數 那這個 微分 微分其實就是邪律 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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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顯而易見 他就邪律的變化了 那 有一個邪律是這樣 那 如果你再去乘以一個KD KD那個係數 你就是去放大我所講的邪律吧 那這個邪律的變化就是 就是 為了要做 嗯 呃 就是說 例如說我 我這個車子 我如果 現在 表數是80 然後我100 整個大腳踩下去 可能是超過100 所以說我到 呃 可能到超過90 95 那個 98 這樣子 99的時候 我的那個 我的腳 我自己就會慢慢的鬆開 就不要 不是在踩那麼深 那 在這個鬆開的那個動作 你就會是去 就是靠這個 邪律的變化 這種變化 去去做 調整 那 這樣講也是比較 我 不自覺 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 那個 表 幾個 活動學 活動學 好 就是 嗯 我第一次跟我 我發展的是 活動學 超過 也太喜歡 對 妳 是 不是 她 對 她 很難 就是 她 坐 然後坐 那位 我 我覺得 很難 她 可能剛剛被我按到 有些數據嗎 例如說我們這個表 這裡有一個目標 例如說我們剛剛說100好了 他這個其實PID的這個發明 好像是海軍他們那個 有人看那個水手在開船的時候 那個船 他譬如說什麼要往溪什麼似乎渡 所以他們一開始他們會大力的轉那個 轉到一個角度開始轉了以後 然後就開始要回車 就是稍微回正一下 跟我們開車也都一樣 所以他有了我們剛剛這三個係數 那第一個係數是負責最主要的部分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從你開始好了 我現在是100 所以說在第一秒的時候 估差也是100 所以他會一次性的把它夾到 在這裡是加超過了 加兩倍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這個數值呢 他 KP那個數值呢 他就是依照比例直接加我們就加一好了 可以丟到一個比較好的曲線 對我先大概讓大家了解說 他們影響性是什麼 那當然你一次就加到一個以後 這個東西所有的都是慣性的氣候 他可能這樣子過啦 這個太太量子化了 所以說他會有一個慣性 那會Overshoe 那Overshoe的時候咧 Overshoe的時候我們就 我們就我們就可能會用這個斜率 所以說低這個derivative 這個斜率的變化 我們去把它稍微再回調 讓他這個Overshoe 能夠再短一點的時間這個做收斂 那你可能就會調 會調跟他一樣 他就比較在短一點的時間 會做收斂 因為他 反正他就是把斜率成一個coefficient 讓這個斜率 斜一點或是不斜一點 那有的時候你系統 你會有一個摩擦力 例如說你封住 你的這個 你的地面摩擦力 我都是30好了 這系統給你一個是-30 你為什麼會這樣 系統給了一個-30 所以你 我再把這個D先調回來 可以 所以你這個 K 值我同意好 你這 K 值咧 你一直 就是 你系統有一個基本的摩擦力或是封住 你的目標是-100 你不管 你如果說 Kp 這個只是固定的時候 他永遠跟那個系統已經比較了 所以我永遠是收斂在70 所以他永遠跑來70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 我們就會去調回來 Kp 請問一個 我有一個就是好奇的地方 就是說 那個是一個二次的系統 就是二次不會發展是描述的情供嗎 二次 對 二次不會發展是描述的情供嗎 看起來好像是嗎 其實這個很直觀的就是說 你說這個微分這個部分是不是 這個 Kp 這個看起來有個積分 大家全部微分一次 這個三個是分開 湊在一起的 是 當然 其實可以把整個來形 但是那一部分 複變的一個微分方式 是不是二次的我們該 我確實也許不是二次 那我只想說 我以為那是二次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很多我們的系統就弄成二次了 是因為二次的系統我們懂得比較多 比較好控制 還是說二次就夠描述很多真實的系統 還是它根本就不是二次 所以 二階 微分方式 應該是二階的 微分方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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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二階有分方式 是 我們常常把使用 可以設計成二階的來描述 還是說 二階就夠描述很多什麼 PID 它是需要 然後 P是參考 P是參考 當前的來做控制 然後 微分那一項其實是 它要預測未來 因為斜率嘛 你知道一個斜率 你就知道 可以從這個點 可以推到未來 所以其實斜率那項是未來 那有一項 那至於這比例要多少 那就是看你的 實際上 你 機械怎麼移動 就是 就是化成那樣的圖 就譬如說 我現在要從A移到這個目標 可是我在移動過程中 我會過充 會overshoot 然後再回來 那這跟這個機械本身的 這跟這個機械本身 它的條件有關 比如說它的剛性 它柔軟度 或是說它馬達的移動的速度 角度 角度的控制精準度多少 這可能都有關係 就是它有些馬達參數的關係 那我們要 我們現在就是拿到這一組機器 那我們要tune到那個曲線 就是不要太震盪 就是從A到B 不要震 對 盡量的 用很快的速度到達 然後又不會再damping 又不會震來震去 就是可以達到隨速靜值 是最好 就是說我從A到B 就是直接倒 就不會再抖 那它其實是想要調 調到這個參數 調到一個完美的狀態 就是我從A到B 我就直接過去 然後我不會抖來抖去 然後而且我可以在最快的速度達到 因為它不外乎就是會有undershoot跟 就是 undershoot 對不對 不上路 就是overshoot跟比較慢 爬上去的那個兩種情況 就是 它要嘛就是爬太快 再damping overshoot 要嘛就是爬太慢 然後才達到我們要的位置 那這兩個都不好 那它就是想聽到說 我可以盡量的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 然後又不會damping 又不會抖 所以這完全就是 解釋了這個pid pid大概就是這個 那它這個三個 三個configuration的這個特性在這裡 那剛剛這個同學 就是大概請示一下 那你看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overshoot 還有就是上升的時間 那那個integration 就是基本它的效果 它是幫你把那個這個時間 就是盡量幫你抬升這個時間的減緩這樣 要減少 那 安定的時間呢 是靠這個 靠這個 KT 就是說 它overshoot 沒有這個KT 然後它overshoot會比較大 等於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作 如果 如果是你車子的這個 變 變成的避震器好了 那這個KTB 它在調就是那個 那個糖滑的係數啦 糖滑就是你壓下去多少 還要反應多少 完全看它的那個 形變的量 所以 多少就是多少 才是 給它一個係數 一個DT 就是直接乘 那KTB 當然就是那個 那個油壓鋼 那個 抑壓或油壓的那個鋼 它就是 你反而回來的時候 它是幫你把速度減半 不會讓它 overshoot 跳 太大的幅度跳出去 這樣 反覆的這樣 力量 所以KTB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 控制體驗我們 可能只能解答 這麼少 因為 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留下 接下來 我們就是 講一下 上次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 這個 不過它 這個 這個網址 大概可以試 試試看 那 有視頻很多 大概200多 我是選三個 跟我們這個愛 比較有關的 因為太多像財務的 我也不懂 這個 封門 可以 然後 上次 我沒有照他的順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不是太... 我們來看這些股票,貨物,貨物,貨物物,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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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所以我們看這在中間的資料 我們想要用這類型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這類型的資料 我們有一個這個時期 然後我們會看這類型的正常的時間 they're gonna be stuck so what are the problems you're in and try to use and things like that now we process that and decide what's our action let's suppose that we decide to buy so once we buy we're now holding long that's one of our statement we go forward we're now in a new state where the price has gone up we're holding long let's suppose we decide to sell at that point so we've had two actions we've been in two states state one we were not holding we executed the action by four at a time we're holding on now and then we execute the action seven note that we made money here and that's our reward part so just to recap for a moment the policy that we learned tells us what to do at each time we evaluate the state and we're going to learn that and we're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policy but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policy by looking at how we accrue money or don't based on the actions we take of the crime 就是設計一下那個 操作的方法 然後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most of the time we don't have this transition function we don't have the reward function even so the robot or the trader whatever environment we're in has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observe what happens and work with that data to try to build a policy so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we were in state s1 so that's what we observed there our robot took action A1 and is a subset which is step and it's a series of steps and it's a series of steps we then find ourselves in s prime and we get reward r now this is an experience tual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experience tuals in regression learning where we have x and y pair together that's an experience to pull up when you observe this x and you see this y here we're saying when you observe this state s1 and you take action a1 you end up in this new state at least an example you end up in this new state s2 and we have to reward r2 and that's really this state and that's really this state and we take some new action a2 and we end up in some new state s2 prime and we get a reward r2 we do this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gathering experience tuples allong the way now if we have this trail of experience tuples there's two things we can do with it in order to find that policy pie the first set of approaches is called model bas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hat we do is we look at this data over time and we build a model of t just by looking statistically at these transitions in other words we can look at every time we were in a particular state and took a particular action and see which new states we ended up in and just build a tab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at it's not hard similarly we can build a model of r we just look statistically when we're in a particular state and we take an action what's the world over it and we can just average that over all these instances once we have these models we can then use value iteration or policy ite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re's another set of approaches called model free and that's the type t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and in particular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q learning and model free methods developate policy just directly by looking at the data and of course we'll talk about this soon we have our data here and we select which data we want to train on of course this data in the case of the stock market is time series and so it's arranged from oldest to newest ver here so we select the data we want to train on and then we iterate over this data over time so we evaluate the situation there and for a particular stock that gives us s our state we consult our policy and that gives us an action so we take that action we plug it into our system here evaluate the next state and we get our s prime and our reward so after one iteration here we've got an s an action an s prime and an r or an experience tuple and we use that experience tuple to update our q data once we get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training data we test our policy and we see how well it performs in a back test if it's converged or it's not getting any better then we say we're done if not we repeat this whole proces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training data so what do we mean by converge well each time we cycle through the data training our q table and then testing back across that same data we get some performance and we expect that each time we complete an iteration here the performance is going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but after a point it finally stops getting better and it converges so overall the chart's going to look something like this eventually we reach this regime where more iterations doesn't make it better and we call it converge at that point let's consider now in more detail what happens here when we're iterating over the data so here are the details as we iterate over our training data we start by setting our start time which is right here at the beginning and we initialize our q table the usual way to initialize a q table is with small random numbers but variations of that are fine now we're here in time and we observe the features of our stock or stocks and from those build up together our state desk we consult our policy or in other words we consult a q to find the best action in the current state that gives us a then we step forward and we see what reward we get and what's our new state we now have a complete experience tuple that we can use to update our q table so we take this information that we just learned and we improve q based on that information then we step to the next point in ti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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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on so these are all the details of what happens and this step of the big picture galera 這是就是我大概截想這几個設定 然後 大概是一個概念而已 就大概我們運作的方法是這樣 那我們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視體很多 然後他有 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一直不斷強要一句話 就是說 你們不要直接拿到 出極力獎 主要市長去管這個錢 可能也還是 因為主要市長實在太複雜了 有 有心理學有什麼一大堆 所以我們只是 大概了解一下概念就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 介紹一下UBI 這可能跟我們這個 學科比較沒關係 不過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 人工智慧 跟這個自動化 機器人這些東西所有 這個科技的 發展 但你們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現在講的 東西就是太早 太前衛了 不過就是有可能會造成大量的勞工事業 大量的勞工事業 大量的勞工事業 並不是說 我們有在學這個 用智慧可以比較容易找到勞工做 其實大量的勞工事業 代表的就是社會的動盪 也就是對抗 你覺得勞工事業會乖乖待在家裡嗎 那 那 你 就是說你依賴這個 人工智慧或是自動化 或是機器人所生產出的大量產品 雖然你值得 價格很低 但是勞工事業沒有收入還是不會去買 所以你也沒有市場 那 所以說這個人工智慧業界的許多領導者 包括 包括文達 包括這個 馬斯克 這些人 都提倡這個UBI 那我自己做一個這個 我們這個叫做機器人社會主義的這個 FB的專業表 大家有空可以支持一下 不過我這裡面是沒有在做什麼 只是提供資訊而已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視頻 我們看一下這個視頻 這就導致在高雄的倒影 小人工人 而這裏圈了 在家裡發生在一個情況下 雖然 但那裏圈 但是 他們用了 製作的 製作品 製作品 那裏 新建設 新建築 製作品 和 搭配 搭配 你 你 我的朋友 你 老爲 你的工作 It gives you a status in society An answer to the favorite small talk question What do you do? Maybe you think it gives you a purpose in life And if nothing else It puts some money to your bank account Every month But if you had the choice Take the blue pill and keep working For your money as you've always done Or take the red pill And you will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 again What do you do? This is the question we are facing We are increasingly automating Our economy If the fact that the bots are coming for your job Is news to you I suggest you watch this video by CGP Grey One of many that should bring you up to speed In the simplified economic model There are households Businesses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sector The households provide labor for the businesses In exchange for income by the businesses Which they can pay to the businesses In order to rece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the businesses And everyone pays taxes Enter the automated economy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To adjust this model Is cross out the labor connection Betwee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Because businesses will get their labor from the bots The average Joe won't be working a regular job Through no fault of his own He has a good education But there is just no field in which he can compete Against the best bots out there We won't be referring to him as unemployed Much like we don't refer to most people as Not a movie star Or not an athlete His situation will be the status quo Without an income from businesses Households can pay taxes But even worse Can't spend money Thus causing an eventual collapse of the entire system And we don't want that Because wealth creation throug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our well being The most widely suggested way to fix the chain at this point Is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short UBI The state distributed payment To cover your basic needs Hull on there you think This sounds a lot like communism It's not Bear with me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is Where does the state get enough money To pay every citizen a monthly income In the communistic system The answer would be The state just owns all production But in a capitalistic automated economy Not so Anyone can start and own a business And the state will have to get its share through taxes With that in mind Let's go back to our model Who do you think has been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Of automation so far You might be inclined to say The households Because they get free money But that free money Is really just a replacement For what they've got before When there were still jobs to do So getting it without work Sure is an advantage But they are the biggest winners In this new system The correct answer is The businesses They won't have to pay Any employees anymore Remember This saves them a fortune The businesses largest expense By far Is usually people But all this money Is now saved That's why Under the old Or rather current system The gradual move towards war automation Results in two things The build up in the business's cash reserves And the growing income gap As ever more wealth Is distributed among fewer employees Things which we can already observe today So that's why In a capitalistic automated economy There will simply have to be A higher tax on company profits And the entire system is finance And the best thing is If we play our cards right Everybody wins Shareholders of the businesses Still end up with high profits And citizens can live on a steadily increasing UBI And it makes sense that everyone wins Because the entire system has become so much more efficient We have an automated workforce That runs on electricity costs Instead of monkeys working an average 40 hour week The bots are now running the show At 168 hours per week They don't get speed They don't need brakes And they make way fewer mistakes You can live in a nice place Which is designed and built by bots And buy some of the products you like Which are manufactured by bots All that you can do on your basic income And as GDP grows Meaning economic output simply increases Your UBI gets higher And your property gets better That's the simplified model The complete model Which includes value added taxes And savings and trade Is a story for another time But when the heart is in place The rest of the body can work Once we know the destination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re This transition isn't going to happen overnight But gradually over many years The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zation Head its downsides And we should try to avoid such So we need to put in place The right mechanics For it to be smooth One such mechanism Could be using automation indices This idea is still completely hypothetical But here is how it works Automation indices measure the level of automation Some organization has reached over time There would be two of them The business automation index In short BAI And the national automation index In short NAI The BAI determines how much automation A particular company has reached An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axes They have to pay For example A company with a BAI of one Has reached complete automation And falls to the highest tax record Of a corporate base tax Which is simply today's corporate tax Plus 100% of an automation tax Which is around the same A company with a BAI of 0.5 Has reached half its automation potential And falls to a medium tax bracket Of a corporate base tax Plus another 50% of the automation tax rate Great you think But how on earth do you calculate or determine the BAI for a specific company? I know you will hate to hear this But that is also a story for another time All I can tell you is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needed to calculate the BAI Can already be found in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today What about the national automation index? The NAI is calculated using a weighted average of all the BAIs Of a country's businesses To determine the autom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whole It is used to adjust th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n a yearly basis Using such mechanics Countries could obtain a universal income Starting today It would start out very low As even our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are still caught up in old structures But even at $50 a month We would have set the first cornerstone for our transition And once the mechanics are in place Countries should be racing to get from here to there 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have watched this entire video You might think about supporting me on Patreon Creating these videos has become a very time consuming hobby of mine And any support will go directly towards improving quality and upload frequenc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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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推廣UBI 那當然我覺得也是有一個道理在 就是說他這個 因為這個很多 就是說這個問題如果發生以後幾乎是沒解 那很多不太能解的方法之中 這個方案之中 好像這一個方案最有希望的達到 當然這個方案也是非常堅強的 但是至少是目前看起來都比較容易 有機會可以達到 所以這幾個大頭都是支持很厲害的 包括越開直啊 或者說那個就是特斯拉來玩 如果一個國家看起來他自動化程度越高 他越有那個許多 或是用那些指標去回饋給人民基本的那些銀行 看起來是這樣 那如果一個國家他一直都自動化不太聊 那看起來那些群懷又不會跑出來 那自動化的國家搞不好他 不自動化的話會不會跟那個自動化國家國力越差越多 然後那個弱的國家一直都沒有把自己進行 其實這個 這個雖然我們在這邊討論這個機器權力 然後現在講到有點政治 不過是這樣 我覺得分成有兩派的人 像我剛剛說的那個台灣UBI他們有一個什麼協會 他們的觀點是真的是比較社會主義 就是說不管有沒有機器人不管有沒有AI 我就是要UBI 就是其實社會主義鬼壓力是這樣 那就是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制度 就是說人他活在世界上必須要有生存的權利 你不能讓他因為沒有工作沒有錢餓死這樣 所以說你要維持他生存的權利 但是我的看法是 為什麼我會叫做機器人社會主義 就是說 因為共產主義失敗是他在奴役人嘛 人他不會讓你奴役的 他會反抗或者他會偷懶 那你現在有一個機會一模一機器人 他會讓機器人去生產 但是機器人產出了這個價值 必須要讓這個權利來分享 那就有可能拿到UBI 當然有一派的人是根本就 有沒有機器人他們都覺得可以實行UBI 而且他們都會有理論 那這個全世界到處都有組織 那歐盟的議會咧 已經就是把這個列入在討論 那在去年 去年跟前年吧 好多的地方已經實行過 加拿大蒙街城 蘇格蘭 然後瑞士當然有一次公投的主辦 就失敗沒有過 然後甚至於非洲國家 他根本就不是國業化國家 他們也有成功實施 而且是成功的 就是說一般人認為就是說 發這個UBI給你這個人民的話 這UBI的定義是universal 就是unconditional U是unconditional 沒有任何條件 包括剛出生的銀額 包括一百歲老的 任何人都有領來要錢 你是郭台銘領來要錢 那不是 目的不是讓你這個富裕 目的只是讓你不要死掉 就是說你 你 能生存下去 就是說 絕大部分老百姓 工作其實是為了虎口 也有人他的工作是為了興趣 就是說他想要發展 他有這個思想 但是很多人他是為了虎口 那他其實他也真的很不願意幹 那個工作 但是為了要每天的生活下去去做 那如果說有了這個之後 你有機會 不用為了虎口去工作 而是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有女孩子想要生小孩啊 那你說現在的社會環境 魯蛇這麼多 那你很想要交女朋友 人家看不起你沒有錢 我就不敢做小孩啊 那如果說你這個 我政府每個月都發給你 想要剩一萬塊好了 然後你的老婆也一萬塊 你的剛出生小孩也一萬塊 他這個整個負擔他就很輕了 他醫院就高了 我不敢說他一定敢 一定要省 比如說他醫院就高了 因為他小孩他是自帶的 這是你大陸的話講 就是內建他們要自帶的 他一出生他自帶一提外 每個月 那他的那一份錢就有招募 那你跟你女朋友出去 到底要LA制還是要男生幾個 他女朋友自帶的一萬塊 一個月的女優錢 是有一些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也許可以解決很多 我不敢說這是萬靈的這個藥方 這也許可以調整一下這個社會 對不對 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非常不容易達到 我說例如說剛剛說一萬 一萬乘以2300萬人一年 就是要三兆 那三兆的話 我們現在政府總計算就是兩兆多 所以這比政府總計算還要高一點 所以勢必要去加水 那當然我們台灣GDP好像有十五六兆 但是還有加稅的空間 但是一定以政治的氣氛大家一定不爽 講到加稅一定是全部條款反抗 但是如果說這個自動化的這個程度 高到一個必須要大量的失業的時候 那社會動盪其實是更 比現在這個 我們能想像的是更大的 所以有可能必須要高的GDP 這樣子的辦法來去 請去彌補一下 這只是提供大家參考 但是我 因為這個東西有點限制到政治 所以說不是說希望大家每個人都這樣想 只是提出一點點看吧 喂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可以分享 那我有跟大家分享一點 其實這步驟很慢來臨 平常台灣的例子齁 排座其實已經 變複懸入他們二七年 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五 變複八年他們在研究 海內一百個廠 他們總幹燈工廠 那紅牌也很多人在手 所以變成說很多大型工廠 不能遇到這件事情 但是活到遠方 那應該都能久 所以這件事情可能不會都很久 但有十五年代 可能遇到這件事情 能不能注意 這樣就是說 也許 我們在講這UBI 也許就是說 你們會覺得 勞工階層覺得 這個很爽 高興 其實這 這發展的錢 我假設我剛剛 我們說一萬 一萬根本就 對 即使是一個勞工來講 也不是很多錢 你可能很勉強 可以過得了我 但是對於政府 已經是非常的 很ㄍㄧㄥ的一個數字了 所以真的不會讓你發財 但是 以資本家老闆來看 你想想看 我到底是要演一群 遲到 然後生病 緊駕 主公會跟我的對幹 的人 還是我剛才去買機器的那個 以資本家老闆的話 他會怎麼想 所以 資本家老闆 我覺得他真的 敢有發給你UBI 這些人不要再讓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這UBI 其實他 我們其實在推廣的方向 並不是 只是針對老闆 其實反而還是要針對資本家這一塊 因為他們更會想要去UBI 那我如果說不是UBI的話 就是說我把一大堆 就是全社會的老闆 都把 都把勞工全部 全部開除了 全部回家吃自己 都沒有人有能力消費 我生產任何東西都是 都是付出的 都是沒有付出的 而且一天到晚來圍場就是這樣 那這個都是雙方 這個 這個是有可能無可 希望它不要化身 但是好像漸漸的有可能會這樣發生 我講一下剛剛提的那個 其實自動化 不是這幾年才有 其實很多東西早就可以自動化了 那過去這幾年可能因為AI的風潮 散風點火 讓一些企業主更覺得自動化是必要的 那在以前 其實這些自動化的技術 或許早在十年前 它就已經相對已經完善了 那過去為什麼 這些企業主都沒有大力投資自動化了 Automation其實並不跟AI不能化上等號 那以前Automation最普遍的是汽車業 那因為在汽車業你不做自動化 你基本上就被幹掉 這文實 那跳多汽車業以外的 大部分的主力公司 並沒有那麼的完全自動化 比如說 以台灣奈以生存的這個科技業 除了SMT以外 其他也都是線上勞工在做 並沒有完整的自動化 甚至 比如說做便當 它也可以全部的產線 幾乎沒有什麼作業員 全部都是自動化 那這早就已經可以做了 那為什麼以前不能做 因為以前 先期的投入成本過高 好像想說靠一次投資 就要好幾億台幣 那這個什麼時候才回收 所以對老闆它就會裹足不前 那現在是因為 越來越多的上游的做自動化廠商 越來越多了 所以整個上游它的售價成本大大降低 可能以前一台這種自動化機器 單價就是五千萬起跳 那現在可能可以再五百一千萬就可以買到 所以企業主義相對的就願意 那再來就是說 當越來越多 它跟它競生的企業 開始走向自動化 它也被擔心 它被淘汰 所以它必須要跟 那就會帶動那一個同一個產業 只要累積到絕大多數之後 它就全部都自動化 所以變成說 最受到衝擊的是 低薪的第一線的作業員 它會瞬間的像骨牌一樣 會很快 在很短的時間 就會變大量的轉到那個方向去 因為不採用這個solution就會倒閉 對啊 沒辦法進去 那只是說這兩三年 AI勒推波出來 因為它常常上媒體的版面 那大家就會看 就會去推動 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剛剛講的UBI 我覺得一個問題 它是基本上是立足點的平等 那變得沒有差異化 那這其實真的要說 要很多政策細節 比如說你如何鼓勵人們 當它有UBI之後去做些什麼事 你還是要做到一差異化 比如說它去進修 然後它得到一個grade 然後它可以領到更多的錢 你還有一個 就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你要一個reward 你要一個reward policy 讓這些人 它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不然它基本上就跟共產主義一樣 大家就不想做事 其實一定會有發生的幾率 就是說一定會有一個part數的人 就是不想做事啦 就算現在不是這種UBI 還是會有不想做事 那再來就是說 另外一個幾率 就是說當unemployed的人數 要越過一個門檻 它可能是個15% 或一個更高25%、30% 當它越過那個門檻 這樣的UBI的這種精神立法 才有可行 不管是共同 不然如果說 一國人民它80% 它都是不受影響的 基本上這種 這20人是基本上就 被當成遊民拋棄 變成它一個社會問題 就像歐洲很多 從其他國家 戰亂來爛理一樣 這些既有的人 就有壽清階級 它是既得而利益者 它佔絕大多數話 它基本上是排斥的 尤其是企業主 它今天 因為經營企業 基本上是賺越多錢 它不會想說 今天我改用 我投資了 改用automation 然後政府要課我更多的稅 它基本上就會想說 把公司註冊到海外 找各種避稅方法 套離這個 機器人稅的國家 它會賺很多法律漏洞 所以這實際要做 還很多的東西 其實在推翻它 但是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國家已經就是 比較正正的來看 像歐盟 這個歐盟議會已經是 他們有在裡面做立法 所以歐洲可能會比較 其實精神 我覺得跟一些資本主義的 下個共產主義思想 就很接近了 比如說在 我知道了在以色列 他們就有 不知道什麼 什麼單位組織 我忘了 他們就一群人 他們都有工作 但是他們的工作所得 是在他們整個社群 然後所有的人都是 equal 就是有種的衣服 除了自己有一些少少的 簡單的私人物品存款以外 其他的你的收入所得 都是歸這一個community 然後再有這community提供 生活各方面所需 包含小孩子的教育 醫療各方面 那樣子比較像共產主義 不過他這個就是說 我只負責發給你 讓你不要餓死的那些錢而已 你要自己再去工作 或是說你要開公司 或是說你還有某些工作可以做的 那就是你自己再去賺你的花錢 光靠這個的話 其實也是沒有辦法說 沒有辦法富裕的 頂多就是存活而已這樣 我剛剛講的那個 以色列那樣 那個community其實滿有錢的 很多公司也是他們投資的 台灣有一個教 這是什麼教 我忘記了 在也是類似像這樣的一種方式在運作 不過他那個就是 等於是大家來分錢的意思 沒有 就是說你的工作的收入 其實都歸整個community 他是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私人的 他其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共產的團體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偏向你 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我有問過那個唐光 我說 你沒有這個 提這個 去行政院 那時候是林權當中的院長 然後他就 他回我那個林權的回憶 是 完全不考慮 他認為這個是社會福利的一種 我說這不是社會福利 這是一種社會制度 這個是 但是我是要讓你不餓 就是維護你的生存的人權 不是 政府私者給你的這個社會福利 所以林權完全是不考慮的 就完全是否定這個東西 這東西要真的被檯面上 不太福利 就是他的 失業比例要高到一個門檻 就是他形成一個社會嚴重的壓力的時候 去push 如果我是對政治很沒興趣 我甚至很厭惡 如果有人對政治有興趣 你弄這個去組一個檔 你覺得你下次會大選擇 因為各方面沒有壞處 OK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任何的問題 好 沒有 謝謝余曉今天精采的 謝謝余曉 謝謝余曉 유튜�抓到